吹哨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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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哨� Orange 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 你们一起谈鬼 说鬼 画鬼 那在这里在此再次提醒一下 舊的观众 那么谈鬼 说鬼 画鬼这个节目呢 已经由一个单独的项目 回到我在YouTube里面的主要视频里面 这个主要视频就是 youtube.com把邪一画 LuckyPeter888 就是三个八字 就是LuckyPeter888 大家去到这个视频里面 去目录就是playlist那里 就可以找到《谈鬼雪鬼话鬼》 这个节目的档案了 只要大家一按的话 就可以收睇到由第一集到现在最新上传的 《谈鬼雪鬼话鬼》 在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和捧场 记得订阅是不用钱的 在我这个LuckyPeter888的主目里面 除了《谈鬼雪鬼话鬼》之外 还有一些是我的画作的视频 和我的画展的视频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画家来的 如果大家有点兴趣 或者有时间的话 就请你去看一下 除了画作之外 你会看到在我视频里面 有很多我的歌唱的片段 因为我也是一位小小的歌手 主要就是唱《谈鬼雪鬼话鬼话》的经典金曲 但部分都是国语 有部分的是粤语 如果大家喜欢《谈鬼雪鬼话》的话 除了唱歌、画画、谈鬼雪鬼之外 我视频里面还有教人煮菜 名字就是《平命、正快、煮食天地》 如果大家喜欢煮菜 或者煮几米给自己吃的话 希望你也会继续看一下 很容易煮的 因为很多观众跟我说 他们真的煮得很开心 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我很喜欢的鱼的视频 小动物的视频 当然 如果大家对这些是没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的 如果你只喜欢看《谈鬼雪鬼话鬼》 请以鹿子 去目录 playlist 按《谈鬼雪鬼话鬼》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时间 每一集 一般来说 最先和最容易接触到灾难 就快死亡的灾难者 就是火灶车释放完 因为他们在第一时间 接到通知谁有火灶 就马上就会去救火 和救灵 这次就跟大家说了一件事 就是火灶车就照着灾难急急通知 就马上去到现场 就是在台北市的西门宾附近 一间的KTV 就是卡拉OK的歌唱床 就大约在四楼上面 刚去到那时 就看到有四位小姐 就拖了一个肥肥的肥妹仔 下来 那肥妹已经没有什么知觉 那肥子都烧到好像 就是酸到好像已经发了黑了 但是还有一些呼吸 那些灾难 立即帮我去做救护的工作 然后马上送去十字车送去医院 但是听说 割了十分之后十几分钟到 半个小时 很不幸这一个肥肥的肥妹仔 就往生了 但是根据消防人员说 这次的灾难场很奇怪 因为在四楼 他们会急急急 搬一些大水喉上去四楼 通常对他们来说 家庭就很熟 每个消防员一定要特别 训练过你的体能压 一定要可以拿到多重的东西 拿到多重的人 但是那次很奇怪 他们拿救火的水喉上去的四楼 但是好像下面有人 一路跟他们在做比赛 他们急急往上送到水喉管 下面的人就好像在那里 拔着不让他们的水喉管 去到救火现场 很奇怪 很奇怪 那次的灾难 同时的十几个人很惨 很惨 根据很多人说 最怨 最阴魂不惜 以及最惨的 就是被灾难 被灾难 外人 被灾难 于是被灾难 被灾难 封了 被大火燒到濃一濃 根本就看不到哪一條 根本就出不去 熱到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他們還活沙沙在那裡 絕望地等死 而且火是很熱很熱的 它不是馬上死的 是慢慢慢慢燒死 是很慘很慘的 就是好像跳樓的人 一跳樓說了一聲 很快就變小了 一跳一條頸 腳一鬆 兩腳一直 眼一凸 叫你一伸長一點 又變小了 但是只有被火 沒有生生消死的人 是最慘最慘最慘的了 所以他們的冤魂 是一定會留在那個慘案現場 冤魂不息的 分分鐘他們就有希望 等等可以提升 所以一般在台灣 他們的風俗法官就是 一定會請一些道士法司令 在現場招魂 因為很多人都相信 人是三文七魄的 其中一個人還會留在你發生災難死亡的現場 所以你一定要找人來招魂 招回你家裡 或者建圈過去的神圍或者地方 如果不然 建個魂魄永遠都會留在那個災難現場 我不是很清楚 我覺得現在香港很少人做招魂這件事 或者沒有什麼人再相信 真的如果大家去娛樂場所 比如卡拉OK、KTV 記住記住 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 他們的徒生門在哪裏 有沒有什麼阻礙 認清楚哪裏是出口 因為為什麼呢 很難說的意外發生 如果你發覺一個地方 哇 徒生門有這麼多雜物 阻礙 萬一有緊急事的時候 都走不了 你一定要小心 或者轉過第一間場 或者去另一個餐館 或者就不要留在那裏 就算留在那裏 也會坐在比較近門口的鏡頭 或者通知那個 管理人員經理 叫他清清那裏 通常我想那些經理人 如果好的人都會照做 萬一那些 不是太留心的 或者未必幫你 即刻衝你的 那就有些危險性了 在加拿大 通常搬的卡拉OK Disco 娛樂場所 全都在地面 大不了地面 和一樓 或者加拿大 香港 台灣 日本 東京 那些地方 你知道地貴也不得了 所以一切都是往上面發展 很多的娛樂場所 都是在幾樓以上的 一來租金還會比電話便宜一點 所以大家自己設不住 一定要小心一點 小心使得萬年船 一切都在地面 有放棄 對於是 不斷地消失 聽基督斯科人員說 消失的人 很慘 以及 原廠消失的人 的味道 好像 燒 肉感的味道 很像 如果你用手去摸 即是被火燒死的知名遺體 那些感覺就好像去買燒肉和叉燒一模一樣的感覺 我自從聽到這些說法之後 一段日子都不敢去吃燒肉 我最喜歡吃燒肉 魚豬 燒豬 叉燒 在燒蠟的地方 大約十點幾十點鐘就會有新鮮出爐的燒蠟 燒豬 叉燒出來 做午時的 有些在晚上大約四點五點鐘又會再出一批 做夜市的 所以我通常想著吃 或者在那些時間去那裡吃 特別是新鮮熱辣 很美味 但是那次聽到這些說法之後 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很久沒吃到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個比較恐怖的火災靈異事件 話說在台灣有一家人 他有一對小女兒 小小的 他的小女兒很有趣 很頑皮 很喜歡經常玩火和放火 或者點火炮 點到香港的燒焦 或者燒焦 或者特別對火有興趣 這件事 有一天 他們又做完工課 一天出去 離家去附近玩 在香港的停車場 看過一個空曠的停車場 你看到有一輛 雕空了的三個獸 壞了的旅遊巴士 有一次旅遊巴士 好像下班已經掉了 已經壞了 他們好奇心就去那裡看 接著那個男生和女生 和那些朋友 就去了那車 然後很喜歡玩火的男生 就把那些火炮 那些引火藥 一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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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 很久就馬上引起火災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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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 在巴士中聽到那些人的聲音叫他不要燒我 說一說說到他很猛 所以他就把火逼那些人出來 他打算跟他玩玩整鼓去 所以他很激烈 那些警察跟家人說 那些巴士不可能燒爛了 已經說是雕空在那裡 沒有人在那裡 但因為看見他小孩子 沒有辦法 後來跟父母談談 就要賠了兩萬元台幣做賠償的費用 過了沒多久 所以他又有一天 這兩兄妹就上學了 好說不可以 他開車的途中 突然之間前面大交通意外 因為前面有教了一些校班 也有巴士 又出了意外 停了很久很久 他爹地想想 他又急著要去辦其他事情 想想 都遲了 那你兩個今天沒有上學了 回家安安安定定比較好些 不要有事了 他回家後 因為那兩個人都很大 那兩個小孩子都很想 自己走出去玩的 他爹地想 把他們反鎖在家裡 不是在家裡 那是千萬不要 最危險的 因為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千萬不要把小孩子放在家裡 反鎖他們 那他爹地想出去了 不過很難說 整個案子就是 父母將子女反鎖在家裡 誰不知就讓子女過了生 很多時候 在加拿大很多時候 連年都有發生的 電台收音機 警方經常都叫那些人 千萬不要在夏天共熱的時候 然後把子女或動物放在家裡 關掉槍 很危險的 會燒死的 會發發的 但是呢 連年都會 看到新聞 有個媽媽 放了子女在家裡 自己就想著去 買一些超市 或者去一些百貨商場 買一買東西馬上出來 誰不知呢 就忘了 去到Shopping Mall 就是混由 等到 那些廣播 找一個車牌 什麼什麼 叫他馬上出來 才發現 原來他的兒子 或者女兒 焗死了 或者一隻狗焗死了 很多證明 有發生 但是 不知為什麼 那些人永遠都不聽 歷史 都是不斷地 重新發生的 好 那兩兄弟就在家裡 兩兄妹 在家裡自己乖乖地去玩 然後沒多久 他們爸爸 就收到電話 說 不知你們馬上回家 有什麼事 他說在家裡火燭 那條門鎖了 現在有火燭出來救 他爸爸一聽到 立刻 嘩 嘩 看到整個都是火燭 那些火燭車來到 已經打開了一條門 已經拖了兩名小孩出來 立刻送到醫院 在醫院裡 非常不幸 那男生 過了身 他妹妹已經燒到很重的危險階段的燒傷 但他照樣說到話 他爸爸和那些負責人 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那妹妹說 他媽媽呢 他哥哥呢 就在那裡放火炮 等那些人 那些人 好像上次有火燭 但他門鎖了 他們走不了 那他爸爸 就說 我叫他們千萬不要亂玩這些事情 那妹妹說 不是啊 他們在家裡聽到 又是有些聲音 叫他們 不要燒我 不要燒我 他們又是 搞得他們很 激氣和很不舒服 所以他哥哥就 拿那些火炮 就是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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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他們的聲音 都燒出來 那為什麽 又燒火 像上次的巴士一樣 所以有時候 做父母呢 愛實際上是對的 但是呢 中患中 有些危險的事情 千萬不要鼓勵他們去玩 男生喜歡玩火 你覺得 無所謂的男生 是男生的本事 但是 玩火是很危險的事情 你家裡又有牙絲 又有危險的路 又有所謂的 同一聲爆炸 整個屋燒死會燒死人 或者 卡得不好連女 鄰居左右 所以這些事情 一定要 一定要跟子女說 解釋 不讓他們玩 他們玩其他事情 唉 很可惜 講了沒多久 這位小妹妹 都在演戲裡過了一生 但是呢 最容易的事件 就是 他們後來找到資料 發覺 原來 他們兩兄妹 在那個巴士裡 第一次 就是在那個 空地裡 看到那個 废路的巴士 就上去車裡 燒那個巴士 他們聽到的聲音 叫他們 不要燒它 搞到他們又是很 不自在 很不舒服 很激氣 所以就放那些火 燒它 原來 原來 那個巴士 是發生意外 一次火燒 燒死了 那些小孩在裡面 所以 他們說 這班 燒死了的小孩 終於可以找到他們 輕易做替身了 他們 有很多人 想起 有很多 當時 做為人父母 也要小心一點 有時候 跟些小孩教他們 不要亂玩 那些地方 不要亂來 一定要來 小心 小心 現在跟大家說一件發生在香港的靈異事件 地鐵上 話說在1981年11月1日 有一群在中華開出的地鐵 往西京海底瀉道去九龍的任牙地鐵殺了仇 那個地鐵開車的司機突然看到 在這台上有一個紅色生的女生 大約十六七八歲 跳到地鐵上 他立刻緊急煞車 哇 那個車的衝擊力多厲害 接著就通知了所有管理人員和警方 你說看到人們跳到車上 很大件事 所有的救護隊和救護隊都來了 穩穩整輛車前後左右地下 一個女人的屍體都沒有 一滴血都沒有 那大家說 你是不是眼花看錯了 但那個地鐵司機突然說 絕對不可能看錯 他開了這麼多年的車 當然這個事情 警方和很多地鐵人都問 剛才在月台上等車的人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案子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案子 但有些人說 他們也看到一個紅衣女生 跳到地鐵上看 你說怪不怪 但真的穩穩 前後左右都沒有這個女人的蹤影 和屍體和血跡 當然我們香港也很喜歡 把這些案子說是鬼 或者是靈異事件 但有些專家分析說 說不定這個女生 真的有這樣的女生 進去地鐵上 但因為時間過得及 他馬上去了另一邊 那些地鐵 有一些空位 石位 等車停了 過了的時候 他自己在另一邊 上去走了 就嚇到 石器和神自己走了 失散了 失散了 沒有告訴別人 在另一邊 也不奇怪 但這家電視 也上過新聞 報紙 也有報告過 但真的找不到這個女人的影跡 這樣呢 但是呢 另外這個案子 又有一個說法 很多版本不同 第二個版本是說 那一輛地鐵車 走過 又在陽馬地站的時候 有一個女乘客 就在等地鐵 但突然看到 另一個等地鐵的女人 突然跳到地鐵下面 最奇怪的時候 就是 當那個女人 還沒跳下去之前 他轉頭看一看 站著等車的乘客 那個乘客 看一看你眼 看我眼 看你眼 就覺得 蛤? 為什麼要跳緊車的女人 女人 跟他自己 生得一模一樣樣的呢? 但是呢 那次他看見那個女人 馬上跳下去 車子 跳下去 車子 過了 那他就馬上告訴別人 看到那個人 跳車 但是 又是 穩定 一個人都沒有 一滴血都沒有 那些人就懷疑她有精神分裂 或者有什麼事情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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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看到有一位 跟他自己 一模一樣樣的女人 跳下去鐵鐵 好像是 沒多久回到家 那幾天 突然心臟的問題 過了身 這樣 這個情緣呢 很多那些 法科師傅 靈異的專家 術士 道士 風水大師 各式各樣的專家 發表不同的意見 其他人 有些人就說 這個女生 其實是 預感到 她自己的手法 要死 所以她看到 她自己 跳車 死的靈魂 是她自己 不過她的魂 已經開始離開了 是她離世之前 那幾天 她是知道自己 是 要過身 她自己當時是不知道的 但是一種如她的靈魂 她已經知道了 她要死 離開她的身體 讓她見到這麼多的幻覺 那大家也相信不相信呢 但是呢 感到地鐵有女鬼 不僅僅是香港的 我們住在加拿大 多倫多市 在 Bayerbury 那個 最忙的 最忙的地鐵 地鐵那裡 下面 又是經常都說有女鬼 我呢 都拍過那個 紀錄片 就是 Underground Groves 你喜歡的話 去到我那個 Lucky Peter 888 頻道 按去那個 目錄 看看 那些 說是 Ghost Devil Evil 的目錄 你按去 就可以看到 Underground Groves 你慢慢看看 那個女鬼 又是 那些女鬼 來的喔 所以呢 所以呢 順一順順就 任得大家了 我們香港其實很多很多靈異事件和鬼故事的鬼個案 其中最出名的鬼地方就是高階鬼屋 差不多每個老人香港都會知道 或者喜歡聽鬼故事的人都會知道 這樣呢 那個高階鬼屋呢 相傳 好猛鬼 好猛鬼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日本人 佔據香港的時候 他把這間高階鬼屋 這間 醫院 以前是一個醫院 聽人家說的 是一個精神病醫院 裡面 很多的精神病人 進去 有入不出的 那些病人 經常都用頭撞個床 撞撞撞到自己 頭破血流 死亡的 日本人來到香港 就把這間醫院做了應場 哇 殺了很多很多香港人手段 殘忍到 不得不得不得要 是很恐怖的 自從這樣之後 這間高階的屋 前醫院 加上日本人在這裡 殺了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搞到怨氣非常非常之重 陰暈 怨暈 不惜地 殺了這間高階鬼屋 這樣呢 因為實在太過 多鬼 以及太多怨氣 怨暈 聽說 那些鬼 不但在一間高階鬼屋裡面 他們失業到還可以出來 影響到那些街坊的 最出名的一個個案 就是 很多年前 有一個女學生 日馬克 走過高階鬼屋 突然間 中了一場鬼上身一樣 大嬌大哭 那些街坊看到她 立刻 打算幫她抓住她 然後叫警察來 但是呢 這個女孩 變得非常之力 太無窮 幾個警察才抓住她 而且她 是一個女孩 少女 但是說話發聲 是一個很惡 很惡的男人 所以呢 那些人 傳遍街坊說 高階鬼屋 是很猛鬼 很猛鬼 很多冤魂 很多人走過 都走去對面街 或者順便避免 經過這裡 避免經過這裡 實在太猛鬼了 那麼呢 在2015年 10月23日 高階這間鬼屋 被香港政府 稱為法定的民物 保護的民物 都好 留下一些民物紀念 我們香港人 都有一個歷史的記憶 除了是人意故事 還要記住 香港被日本人 遷免的時候 殺了很多 很多香港人的事情 千萬不要忘記歷史 尤其是要小心歷史 很多時候會重演 然後 接下來 這個靈異事件 都挺不怕的 話說 有一對年輕的夫妻 他們生了一個小寶寶 有一天 她的太太跟她先生說 她約了朋友出去 是晚上來的 去喝喝茶 就是茶醉 聊聊天 問她先生是否不去 她先生說 原來我不去 整班女人在聊天 我去都很滿意 搭嘴又不是 聽又好像沒禮貌 周生人最聚 她說我在家裡 我辦一些事 你自己去找得開心一點 她的太太也想了 都對的 免得勉強先生 跟她的老公說 我已經把嬰兒的東西 搞好了 又餵好了 吃東西 和安排好了 我出去很快 我大約一小時 我回來 自己在那裡 照顧自己 她說 她說 OK 沒有問題 她的太太走了 大約二十多分鐘 她的先生在電腦那裡 在電腦那裡 然後就想起她的嬰兒 因為你知道 外國的樓樓兩層 那個男人做著做著 然後飛時走下去 她就裝了一個 在嬰兒房裡 裝了一個 電眼電腦 可以看到嬰兒房 任何一切的成形 現在很多外國的 爹地媽媽都是這樣 有時候她在廚房做事 可以按一下電腦 看到她的嬰兒在睡覺 有沒有醒了 有沒有哭 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在看 叫嬰兒嬰兒睡得很舒服 旁邊有個嬰兒 照顧小朋友的女人在那裡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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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 她的嬰兒睡得很可愛 原來她的嬰兒很開心 她的嬰兒很開心 我家裡的太太真是好 不用我擔心 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 就是在我們加拿大 在外國很流行 就是 譬如你今天 兩夫妻可以出街去拍照 男女的家裡 有沒有工人 有沒有親戚朋友 可以幫你照顧孩子 或者小孩子 通常會找附近的鄰居 她們有些女兒 譬如三四五歲 六歲 就去這裡幫忙 看幾個小時 那些女生都很容易做的 上面會賺些零用錢 我們就叫做BB Sitter 很多人都有用過的 過了一小時 她的太太回來了 上樓找了她的嬰兒 她的嬰兒說 她的嬰兒說 你怎麼這麼早回來 對呀 免得她在家裡悶 擔心嬰兒 所以我沒有回來 算了 她的嬰兒說 她的嬰兒說 你不用這麼早回來 其實我可以跟你朋友 聊久一點也行 你請回來的嬰兒 很好 我看到她在那裡 搖著床 哄著嬰兒睡覺 嬰兒睡得多開心 她的太太聽了之後 是嬰兒? 她說 我沒有請到嬰兒 我剛才說 不是呀 我剛才在閉路電視 看到她在那裡搖著搖著 我看嬰兒在搖著床 我還想著 多好 我要BB Sitter 整晚都陪那個嬰兒 我老婆 沒有這樣 就馬上去嬰兒房看 那嬰兒真的睡得很舒服 一點都沒有哭 沒有驚慌 那嬰兒睡得很好睡 接著她太太和她先生 兩眼看了兩眼 就覺得奇怪了 她先生說 你不相信我 我去房間 我翻翻錄影帶給你看看 視頻 但不知道是否為什麼 不管 視頻都花光了 就是看到嬰兒的房間 但在床上 剛才她看到女兒的BB Sitter 就是那個片段那裡 全部好像起了雪花 根本看不到 那你說 靈異兒 怪不怪呢 那她倆公婆 你眼望我眼 我眼望你眼 很害怕很害怕 因為那個Base Visitor 不是人 一定是鬼來的 我們中國人 有鬼門關於蘭節 愛國人也有鬼節 就是Halloween 即是我們說的萬聖節 現在跟大家說 一個關於萬聖節的靈異故事 在一個公司裏面 一班職員 大家平時都玩得很熟 大家都是一起 約一起去吃眼秀 或者晚上去看電影 去卡拉OK 或者下班去HAPPY HOUR 都不知道是熟得不得了 很好玩 因為大家都是年輕人 其中一個男同事叫小莊 因為快到Halloween 他們又喜歡玩 他們就說 約大家一起 在萬聖節那晚 裝鬼扮 在一個Cup那裡 他們每個人都叫他們報名 每個人都非常踴躍參加 小莊說一定去 他最喜歡這些東西 他說你早就想要裝什麼東西 就知道 很快 很快 到了Halloween 那晚 一班同事 一早就去了Club那裡 大約10點 因為他們下班下回家 吃飯 洗澡 還要慢慢打扮 然後去Disco Club那裡 穿了一些奇葬衣服 什麼都沒有 什麼鬼都有 很開心 很喜歡去萬聖節 在街上 叫人們放得很好笑 最好玩的就是 有些很有幽默的鬼 很有趣的 那一班同事 很開心 說 12點幾點 小莊還未來 他們最喜歡的 就說一早就要來這裡 跟我們玩 那同事說 是呀 為什麼要這樣呢 他們說 不一定是小莊忙 等一會來 反正 到一兩點 話口未來 沒多久 在人群中 看到 咦 那個人不是 小莊 哇 他扮到真是 很像一隻鬼 一般他們扮到 古靈精怪 扮貓 扮老虎 或者扮那些 科學怪人 或者扮那些女魔 木乃伊 就沒有那麼 比較搞笑的成份 但是小莊說一般 真的好像一隻鬼一樣 然後他們那晚 就會有一個 全場最佳 扮鬼 扮馬的造型 小莊很開心 拿到全場最恐怖的 扮鬼造型大獎 因為他臉 把自己的髮裝化都爛了 整天都青又白 血不定地流出來 頭髮有力氣 七八糟頭髮上面有血 黏了膠 還有脂肪 整身都灰灰爛爛 本身都是血 大家很開心 玩到鬼了 大家拜拜走人 第二天就上班 雖然玩得那麼開心 通常那個Halloween 不是正星期日 或是星期六的時候 大部份的日子都是 星期六一二三四五 真的很無人 第一天就上班 他們上班 今天看不到小莊 奇怪 難道昨天玩得好東西 今天遲起不到 還不能上班 小莊 昨天遲到 今天連上班都遲到 他從來不會這樣 過了沒多久 有個同事急急忙忙 在外面走進來 跟大家說 哎呀不要了 大事不好 他有什麼事 他說 原來 我們的小莊 他死了 那朋友說 死了 不是吧 你是不是開玩笑 他說 是呀是呀 我剛剛收到他家人的電話 通知我們 告訴他幾時幾日去出殯 他們說 沒有可能的 我們昨晚才見到小莊 那這個男朋友說 沒有可能的 他說 他家人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 小莊是昨天下午 撞車撞死了的 他怎麼可能昨天晚上 會來和你去Halloween 但是那個男朋友說 真是碰到小莊 他還惡得全場 最恐怖 扮想長 第一名 那這個男朋友 報桑果男朋友說 你不相信自己打電話 他就出了家裡問 這些是他的地址 幾時幾天會出殯 大家到時 有時間就去問員館 如果沒有時間 如果喜歡大家加入花協 或者自己個人 哪個花協都無所謂 通知我吧 接著那幫朋友 你眼看我眼 我眼看你眼 我嚇得 全身都飄冷汗 冷到一陣 原來 昨天看到那個小莊 是真是鬼 他扮想這麼恐怖 其實是 他死的時候 被車撞到協助的樣子 但因為他太喜歡Halloween 而且他那一晚 一放空下來 趕著來 就是要來Halloween的Party 所以他那個鬼魂 或者忠恩森 唯一直覺 就是打算來Halloween的Party去玩 所以昨天就見到小莊 鬼魂 你說怕不怕恐怖 所以當時萬聖節 都小心點 旁邊那麼多蛤鬼 其中有一個是真的鬼 是鬼魂不出去的 大家不知道 喜不喜歡我今天跟你說的靈異事件嗎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在我的Youtube主目錄 LuckyPeter888訂閱 我們可以在這裡一起 整個談鬼說鬼話鬼 收到很多觀眾的message 可不可以每個禮拜 或者每天上傳新的 談鬼說鬼話鬼 其實我也很想的 不過沒辦法 因為這個節目資源有限 所有的資料採集 全都是由我一個人自己辦的 我有容忍多事忙 不懂安排其他事情 所以很忙碌很忙碌 沒辦法可以每天 或者每個禮拜上傳一次 但是我答應大家 我會盡量希望可以做到 每三個禮拜 或者慢慢慢慢 每兩個禮拜 到最後 希望可以做到 每個禮拜都可以上傳新的一輯 談鬼說鬼話鬼 希望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還有你給點耐性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去訂閱我的 LuckyPeter888 記得按鈴鐺 即是通知我們的鈴鐺 看看你哪個國家 哪個地區 我有Youtube Lucky888 有些新的視頻上傳的話 就會通知你 到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 談鬼說鬼話鬼 新長傳的每一集 在此 感謝大家 收聽收聽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而易 拜拜 幸福 无利 中文字幕——YK